哈喽大家好 我们铁驴又出来骑车了 本周天很冷 冷的一匹 风也很大 然后我们这个出天已经到了 大家都换上了自己的长款的骑行装备 张琳的粉色的Rafa 这个队里面最亮的仔 威哥今天也出镜了 Pero Izumi的这个长袖起行服 还有绿绿的有桃 感觉这个说法有点奇怪 它是保持蓝的 也是Pero Izumi的 然后蝎子的这边 镇宇的蝎子的长款起行服 都非常的帅 还有一层报纸 还有一层报纸 因为今天风真的非常大 没错 反风 那边树叶已经很红了 然后映着张琳的粉色衣服 就越来越红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Sharon这边的 一个小的湖 叫做Lake Masapog 不会念 应该是印第安人 Masapog Masapog 印第安某只方言里面 这个湖的名字的意思是 一大滩水 对 就是一大滩水 一大滩水 绕 很直白 对 然后有套那个GoPro 其实时常可以完完整整录 两个小时 所以你可以一直开着 对 反正不是反正不是我剪 对 这儿剪 其实上期 上期老白剪 老白马上剪了 对 今天晚上估计就能看片子了 好 好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 这边两位是带瓦组 这边两位是phd组 说你不是phd组 你是什么组 老呗 我是肥胖组 你是现在phd很快 我是肥胖组 第一圈咱们先熟悉一下路 然后后面再拉起来 自由发挥啊 后面拉火车 拉火车 拉火车是啥意思啊 今天风很大 就是车距比较短 然后就往前猛骑就完了 这个一次又发挥我就没了 不过还好是绕圈是吧 就他们的 对 套上圈之后我们再赶上 友陶昨天是骑过车的 所以今天就尾了 不一定 这个已经热过身了 对吧 今天刚才在张宁的带领之下 体验了一下这条线路 这个是围着Saron的 Lake Massapal的这个湖 绕行一周 然后路线非常的好 有两个小小小的爬坡段落 我知道这两个爬坡段落 对于友陶来说都不算坡 字若春河景 波澜不及 上下天光一臂万起 沙欧祥起 景龙有有 岸指听来 溢溢清清 尔滑 长烟一空 浩月轻 浮光月经 静夜深 鱼歌互打 此乐何己 感觉形容此刻的风景非常的恰当 风景也还是挺不错的 一圈是7.6公里 据威哥的介绍 前面这个人这个粉丝的张琳 经常有事没事就过来绕二十圈 真的是非常的猛 路线呢在沿湖的东边这一段路 是一个几乎是平地 然后有很大的风 估计是在湖边也没有什么处的一个关系 在越过了湖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小林道 加上就没有湖了 都是人家和树木 刚才我想听张琳说了一句六百米老太太 是吗 又来了个老太太 不是六百米老太太 在经过了那个风很大的一个路段之后呢 我们跨过了湖 来到了湖的南 南侧 湖南侧呢 就是这种很漂亮的这个小松林 好像不是松树 有松树有有有 哎呦老板嘉宾哥都给我来一趟 我说鸡蛋 你说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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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路呢 车就比较少了 后面拉起了好看的火车 往前走 威哥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镜头里了 威哥也在骑车的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就穿上了锁鞋 他这双鞋真的和他的车架非常的赔 湖的北边 湖的北边呢 是一些这个小码头 案章里面的说法呢 这边是很多住家的私人码头 后面的上来喽 哈喽 我们跟上来吗 跟上来喽 你刚才碰到的两个对面骑行的人也骑过来了 对 就碰到了 这边早上的话经常每圈都能碰到一样的人 骑行的人 而且都是装备的非常专业的 刚才看到一辆SVILLE的P2 是那老虫吗 一个穿蓝色骑行服的 我看脸还穿了很长的袜子 对 估计是跑铁团的吧 铁团的吧 铁团人一般喜欢 对 虎勒 虎勒 这个行服真的是很好看 绿非常的正 不用担心 有头还没有男朋友 他是去捋别人的 有头还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儿 替我戳柜 老板说啥呢 我没有在柜子里 剪掉 剪掉 大家可以看到哈 现在我们少了两个人 这今天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小火车 已经把他们原来的甩到后面去了 没错 开玩笑 他们临时去办点事情 现在只剩三个人在骑 拉起了小火车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吹一下 我们的最强新人朱振宇 看这速度 现在时速已经到达了33公里每小时 但是注意看这车距贴的非常的紧 看看这个火车拉的已经很熟练了 这只是各位大佬带老 来采访一下最详细的人朱振宇的同学 哈哈哈哈 你说你在过去的一周干了什么 我们在练帕迪 啊帕迪 客户是谁呢 帕迪是一个德国的健身博主 帕维拉来福利 嗯 那你能跟他做哪些活动 使得这个骑车提高的这么快呢 就跟着他练腿啊 当然他还有那种全身锻炼的课程 里面有很多腿部的锻炼 啊 嗯 实际上来我这周大概有两三天 我的腿都是酸的 非常好 可以拿拿拿来做参考 记住帕迪拉 帕 帕姐 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湖边上 我发现最棒的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路线建设非常好 你看自行车和汽车share the road 然后这边马上就会出现 地面上有这个自行车的标志 代表这个呃 汽车和自行车要共享这一条道路 大家和谐友爱非常的好 再看一遍这个自行车标志 大家和谐友爱非常的好 又来一个自行车标志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呃 路线的设置呢 就让这个前面自行车多的时候呢 这个汽车就可以稍稍等一下 然后对向没有车的时候呢 汽车实际上是可以稍微压一点 这个对向车道 把自行车超过去 这个 基本上属于一个纯粹看自觉的 这样的一个交通系统 但是在交通这个 在这种乡村交通下面呢 我觉得还是很很合适的 这个给咱们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呢 也提供了一个方便 大家看到左边马上就要有一辆车 就最想出到超过去了 对就就像这样 对吧 对 对 当然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是很讲究的这个 司机 在你后边按喇叭 没错 这种时候 说白了就要骂回去 干回去 对吧 他也不可能怼你 你就要干回去 他呢 他 他 他又不可能 用你的这个汽车的速度跟你在对骂 他只能窝一肚子火 然后把你超过去 升能器的是他 对吧 这种精神胜利法非常的好 非常好用 但万一人家车座下放一把枪怎么办 快骑 用再自行骑 能骑多快 骑多快 一般来讲没有说过训练的人 这个 十发子弹未必都能击中一个运动中的目标 所以骑吧 尽量往快的骑就是了 对 有他说只要你骑的够快 你就能起蛋 哈哈 有他刚才说 只要你骑的够快 你可以超过子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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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又来到了这里 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我们的最强心人 朱正宇 你说你上周做了什么 我上周做了什么 我上周做了什么 我上周做了帕姐 他的主要的抽签的原因是因为他锻炼都不给人休息 其实人们都叫他人型AI 好可以剪一下 作为一个时间循环 看下来你肯定是跟诺莱选了什么 哦 晾烧了粉 他回来了 张林同志他飞来了 他退来了他自己的事情他飞来了 这一抹骚粉又吹到了屏幕的正中央 我是去后 我是反着骑去后人在那拿水壶去了 再说一遍 我是反着骑去后勤车那拿水壶去了 去补一下水非常好 然后正着跟我们三个人没有追上 然后开始反着骑 这种应该是直接被UCI淘汰了 现在呢在这个铁驴之中 在最近几个礼拜以来感觉是掀起了所有队员全民健身的大热潮 如果你关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Stra的话 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更新Stra吧 非常的恐怖 最恐怖的就是现在说话的这个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我前面的这个人在上轴刚刚使用4分55秒的配速跑了15公里 这个是我们其他人目前无法企及的一个速度 就是前面这个戴白头盔 穿绿上衣 戴黑手套的男人 那天可能脱了药我也不 非常的猛 这个最后一圈 说好了要做一做recovery 结果这帮的人不狂的就戳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帮骗子 真的是一帮骗子 真的是一帮骗子 我靠 好 运动完了不讲拉伸的吗 这一圈这地方 骑的比之前任何一圈都快 简直 好追上了 追上了 可以带火车 你怎么评价这帮骗子的行为 厚颜无耻 对就是这样 应该右拐比较近 魏哥跟这帮货以后还骑吗 我觉得 太那个什么了 如果衝刺就不跟着了 对 平时还是可以 平时骑就可以 有人待过一个月就魏哥带着我 没错 好看 我们今天的骑行结束了 就在夕阳之下 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骑行 另外这个今天恭喜 真不用穿破坑 灯出来后水其实不够 对 热量不够 上身需要我有点破坑 这个今天还要恭喜Pogacha 获得2020环法冠军 不止冠军 然后今天我们的MVP 最强新人 震宇 过奖过奖 刚才震宇的冲刺把威哥都吓着 震宇在视频上看 光看脸很斯文 可能脸比较瘦 然后比较小脸 特暴力 看真人还是很壮实 对特暴力 看着腿是吧 看着腿 下半身强重 对对对 哎呀真的是 看 这个肌肉 我也说这个腿真的都是肌肉 小腿不行 就护吹吧就 世界冠军张琳 张琳是这个 张琳要走到外面 这个腿真的被看下来 让张琳转过来 看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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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很 漂亮的很 你要看他后面 其实就看那两只肌肉脚腿 对 一千八来往 最后 最后我故 因为我自己 我带他们冲的时候 有一段是三十六K 大概二十一二 比二十一二可能还多一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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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慢之后 然后你们又划又又又抄去了 我我估计可能上二二十三了 好了今天在西洋下我们的七星结束了 各位拜拜 请期待下一周下一期拜拜 拜拜 是